一人王彩华 之前都是跟电音三太子一起跳Bobby舞 不过今天呢 舞群换成了僵尸幽灵 他吓得拔腿狂奔 原来今天这个场合 他是受邀逛鬼屋 即使本来就知道这些鬼都是人假扮的 他还是吓得脸色发白 他甚至透露说 因为从小体质敏感 很容易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王彩华虽然平常都跳Bobby舞求平安 但还是被鬼怪吓到拔腿狂奔 原来是受邀参观鬼屋 还要跟僵尸幽灵站在一起 把他吓到花容失色 来不及跳了 进去想要跳Bobby 然后没有我刚刚要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是所有的神佛都请了 不过王彩华却说 他从小体质就比较敏感 所以偶尔可以看到一般人 看不到的东西 因为我们家里其实就是很穷 然后住的地方几乎都有鬼 然后我就很怕晚上会做噩梦 好像就被鬼追压压压 然后被狗咬 暑假抢工年轻人商机 有业者打造日本东京恐怖学员 阴森森教室诡异人像 民众只要走进去 就会不断串出各种七面獠牙 装扮吓人的鬼怪 挑战你的胆量 就是铁丝笼那边 还有那个影子 这是认为是说 我们自己还是别人 然后就是有那个影子 就觉得很恐怖的感觉 突然吓你了 然后会把你关在一个地方里面 所以不知所措 即使烟烟夏日正要挑战一趟鬼屋 恐怕令谁都会觉得格外冷搜搜 明治新闻江苏 陈佳阳台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